上星期介紹了Leica的SOFORD第二代 見大家反應熱烈 今次和大家再講多一點 Hello 大家好 我是M&K Camera 的Frankie 今次和大家講講 SOFORD二用的相紙 上次講到可以用富士的菲林 大家是兼容的 其實很多人都不知道 原來Leica本身是有出菲林 格式上大家都是互通的 其實兩者只是包裝上的改變 其實裡面的內容是不是一模一樣 可能拍出來也是一樣的 到底它們有沒有分別呢 因為價錢上就有分別 但會不會都是一個粒殼的東西來的呢 今次的測試相信是更加科學的 因為其實在之前有SOFORD一 那時候測試可能真的要拍兩張照片去試 但今次SOFORD二它是有儲存的 變成同一張照片是印不同的相紙 就即時比較到它們的差異了 就不會因為光線角度的改變 造成一個誤差 今次Leica出SOFORD二 除了推出相機 相紙之外 還有一些小配件 是很有心思的配搭出來的 這裏就有三樣東西 是一起出的 那等下跟大家去看看 這裏就兩個不同的裙子 一個是富士 這個富士的 只不過張數 這個20張而已 這個就是Leica 這個就是金色的 他說金色 那到底金色是怎樣呢 讓大家看看 這個菲林 其實裏面大家的框架都是一樣 是這樣的 這是一個用完的 那用出來拍出來又怎樣呢 我拍了不同的風景 好像這個其中一個 大家去比較一下 其實看到 風景好像是分別不是太大的差異 但是你看看有些影人那些 就會差異大一些 現在我看看另一個 是影人的 那這個呢 就是富士了 白色的 白色的富士 金色的呢 就是Leica 那也都看到 和剛才是大同小異 就是說 Leica的呢 那個灰階 色階 是會豐富一些的 面容那裏 看到多一些細節 而富士的呢 也是偏青一些 Leica是暖色一些的 可能真的和它的標誌呢 都一樣了 富士是綠 Leica是紅 這個呢 就是剛剛印出來的了 那看到 Leica那個 灰階呢 是豐富一些的 還有黑位呢 這個黑位呢 其實它會多一些小的細節 而富士呢 在這裡呢 這個反差會有些過高呢 變成黑位有少許過黑 看不到多一些的細節 就是這樣的情況了 那 綜合了這麼多張照片呢 你對這兩個牌子的 菲林又有什麼看法呢 那其實的而且確呢 它們之間是有分別的 只不過呢 各方又各眼 有些人可能喜歡反差高一點 有些人喜歡反差低一點 那你又怎麼看呢 那除了這些菲林之外呢 剛剛都說了啦 是有一些配件的 那這個也挺有趣的 那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是一個鐵盒 在這裡很明顯寫了 是Leica的 那打開之後 是裡面呢 是一個保護的海綿 揭開海綿後 之後呢 裡面又再是一個盒的 那這個盒就沒有了 不會再打開 繼續有盒的 那這個其實是做什麼呢 這個是給你 放在Leica的相紙 進去的了 譬如說之前拍了照片 不想四圍扔 好好保存它呢 那就可以放在一個盒子裡 那或者放在一個盒子裡 這樣蓋住 這樣放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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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就是 我覺得挺有心思的 這個大家猜不猜到是什麼呢 牆牆地的 那很多時候呢 我們用即應即有呢 是會寫一些字在這裡的 那好像現在這裡的照片 這樣就紀念回當時的東西 那就可以記錄一些字了 寫一些東西了 那這個呢 就是裡面又是有兩支筆在這裡的 那可以在這裡寫一下東西 那可以寫一下人名吧 什麼時候吧 那可以記錄一下吧 那有一個粗筆頭 還有一個幼的筆頭 那還有一件東西 我覺得這件東西挺有趣的 這個是什麼呢 是一個相架 那這個相架呢 可以把相片放進去 那這個相架呢 那很有趣的 原來呢 拉卡相枝放進去 是會配合很多的 如果是別的牌子呢 是有機會是很卡的 好像這個呢 我可以很大力拔進去才行的 拉卡這個呢 一拔進去就可以了 但是還有一件東西 要跟大家說一下的 就是這裡有幾粒銀色的東西 有沒有剃消它 其實這個是給你 放在雪櫃門那裡吸住的 可以放這張相片在這裡 你說多漂亮 那這個 你打算只有一個吧 是 OK 那原來呢 它不止的 它呢 是有 兩個啦 相架呢 是一共有三個相架的 那其實 算回來說呢 這個也很划算的 有三個相架的 其實這個也很有誠意 還有很有堅密 如果你覺得我這個影片好看 還有有用 希望你給我一個Like 還有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